電影澳門街導演鍾楚喬早前就原創電影這個議題 和觀眾分享製作電影的心得 並且指出電影和版權物不可分的關係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導演會將很多原創元素放入電影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是參與整個創作 因為故事是原創的 甚至機影頭上 例如和攝影師都是要想一些全新的東西出來 簡單一點不是抄襲人 還有就是音樂 其實我覺得音樂也非常有原創的必要性 因為每套電影的節奏很多東西的長度都不一樣 所以音樂是一個帶動情緒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覺得其實音樂的原創性都非常之重要 這位新進導演表示 如果音樂是原創的話 就不需要擔心親權等等的問題 同時他也不擔心網上非法下載 因為他覺得導演影片的質素始終比戲院差得多 我自己本身對欣賞電影的要求都比較高 我相信這個世界也不乏 就像我這種人 始終隨著科技的發展 例如我們去到戲院看大銀幕 可能有一個超越高清的解像度 始終都是一種享受 如果你在家裡你單個BT 在家裡可能電腦或者電視前面看 在我來說是沒辦法取代到戲院的觀感的 我也都見到很多不同的大品牌 其實也都推行一些直接網上合法賣電影的渠道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因為作為一個電影製作人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們的心血 希望大家可以保護他